一些檢查嘛 這一檢查就知道原來你有毒品反應 那醫院的專業就會立刻通知社工 然後社工就會介入 那我是鍾榮凱 那是在洛杉磯華人教會的一間牧師啊 那今天很榮幸可以跟洛奇在這裡泡茶聊天 和太太呢 這個其實蠻年輕就結婚了 那我們都有一個夢想 就是希望能夠有小孩 而且我們是希望有蠻多小孩的 我們希望有六七個吧 這個七八個 那因為很熱鬧 我是喜歡熱鬧的人 所以我們很早就結婚 但是呢 上帝就一直沒給我們小孩 所以呢我們就有點沮喪吧 然後我們其實也試過做試管嬰兒 然後我們做了兩次 其實也都失敗 反正這前前後後呢 有蠻多這個過程 那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觀眾朋友也 經歷過這樣的一個不孕 然後希望能夠求子求女的一個過程 所以後來呢就有機會認識了 接觸了 然後我們也去做了培訓 那簡單來講呢 這個我們就一腳踏入了這個所謂的 寄養的家庭的訓練 然後呢 我們就成為了寄養家庭 好 那所以什麼是寄養 這個一定要分清楚 寄養跟領養是不同的system 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的 這個寄養是寄養 領養呢 其實顧名思義 直接領過來就這樣了 他是你的小孩 但是寄養的意思呢 就是他不是你的小孩 也就是說呢 你在幫忙這個政府啊 可能是安置這些小孩 也就是說有一些的父母呢 他們家庭的環境可能暫時現象 不適合帶小孩 不適合養小孩 所以呢 他們的小孩就會被社工啊 或是被這個 算是社會的福利制度吧 把他帶走 從你們的家帶走 然後呢 那帶去哪裡呢 那過去我們都知道在國內 比如說有福利院 在台灣啊 有這種所謂的這個 以前是叫孤兒院了 那或者是呢 就叫做什麼愛家中心啊 反正就是可以把這些小孩 暫時做安置的地方 那這些地方 其實後來產生了蠻多的弊端的 所以現在政府呢 就漸漸的把這些 所謂安置小孩的這種的 院所吧 就取消了 那取而代之的呢 就是這些的寄養家庭 因為院所裡面有很多的 這個畢竟是團體生活嘛 然後呢 管理上的問題 說實話在管理上 我也問過一些家長 或是問過一些朋友 那些地方還蠻像監獄的 這個沒辦法 因為是團體生活 團體管理 你說是指美國這邊的 對 指美國這邊的 就美國這邊 現在還有這種福利醫院嗎 還有嗎 呃 這個部分我不是這麼的清楚 但就我所知 是一間一間的都 越來越少 關掉了 換了 從了寄養的一個模式 我不太敢說是全部關掉了 因為我沒有太去研究 但是就我所知的已經 幾乎是沒有了 這個 因為他們取而代之 就是寄養家庭嘛 因為一個又一個的家庭 反而可以更多的幫助這些小孩 有家的感覺啦 對 而且呢 還有比較 更加人性化 對 而且呢 比較有直接的關照 因為一個老師看15個小孩 跟一個家庭看一個小孩兩個小孩 那是不一樣的感覺嘛 大概不會有家長主動要把小孩 呃送給這個政府啊 或者是交給社工啊 所以呢一般來講都是公權力的介入 比如說有一類的家長是吸毒啊 這些家長他們一吸了毒 他們開始毒品反應 那你也知道吸毒的人 可能對於工作 對於生活 甚至很多時候 都喪失信心 迷迷糊糊的 或者是呢 呃你去醫院的時候啊 去一驗 你有這個毒品反應啊 那什麼樣的情況可能會去驗呢 比如說你懷孕了啊 那一直以來 你可能也不敢去產檢 因為有人懷孕了還在吸 那這個一產檢不就發現你在吸毒了嗎 所以呢基本上他們很多人啊都是 呃不產檢 然後到了要生的時候就到了醫院 那到了醫院你就得要做一些檢查嘛 這一檢查就知道原來你有毒品反應 那醫院的專業呢就會立刻通知這個社工啊 然後呢這個社工就會介入 那也就是說 既然你還一直在吸毒 你有這個毒品反應 當然你就不能夠 小孩一生下來就讓小孩帶回去嘛 因為美國政府得要確保這個小孩 他之後有好的照顧 所以社工就直接介入 去哪呢 就會去到這些寄養家庭當中這樣 這是一類還有哪些啊 那另外呢可能還有比如說家暴的 啊比如我跟我太太吵架啊 那很多家裡面大打出手的啊 旁邊鄰居一聽到哇你們這家不對勁啊 美國其實挺不錯的啊 有些人還挺多管閒事的 聽到你家裡面開始在 呃這個拼铃铃铃的啊 就不太對勁啊 他們就會報警啊 那常常有這種事啊 小孩他一旦 處在一個危險的環境 受威脅的環境的時候呢 公權力會介入 但是呢就要看這個父母啊 他們的這個威脅什麼時候解除 一旦解除了小孩子就會回去 所以寄養就都是暫時的 那對於這種開設寄養家庭機構的這些家庭啊 他有什麼條件要求嗎 呃基本上你就是受訓啊 然後在這個整個受訓的過程當中呢 他會希望你能夠符合他們的要求 比如說呃這個你們的雙方的工作啊 當然並不是要求你的收入也不是要求你有多麼一樣體面的工作 但是他要評估你的工作收入的原因就是第一你一定要穩定嘛 嗯因為這個小孩是從一個不穩定的家庭被帶出來的 如果又帶到了一個更不穩定的這個家庭那不行 所以你的工作不管你做什麼 你只要有一個穩定的工作啊 然後你可以提供這個小孩有一個穩定的環境 這是很重要的 什麼樣的環境 對居住條件有要求 所以第二個呢就是他會來看你的家啊 比如說放刀子的地方嗯 放剪刀的地方 那比如說一般我們住在家裡面不太會去把那個地方鎖起來 就算我們自己有小孩也不會鎖起來 我們就放在高一點的地方 而且確定他拿不到就可以了對不對 但是如果做寄養就不是 還有一個我也覺得是很嚴格的地方嗯 就是像我們接的第一個小孩啊 我們去醫院接的啊 他是一個newborn才生出來五天而已啊 那我怎麼說嚴格呢 就是這個醫院啊社工啊要求我們要去接小孩的時候 我們是約的晚上九點要去接他啊 因為那天我們教會還有事情啊 我還記得是一個聖誕節的前夕啊 所以我們在教會裡面要排演啊預演啊 所以我們跟社工跟醫院講說我們晚一點去 我們結束了再去啊 那他就說沒關係你可以九點再來 但是呢你六點要先把你的car seat 就是你的這個兒童座椅啊 嬰兒座椅先送來醫院 我說幹嘛呢 對啊為什麼啊他說要先給這個小孩試躺一下 看他適不適應躺下去舒不舒服 安全帶綁得夠不夠緊還是什麼的 那在這早兩個小時他先試躺他要不行的話 那我說不行那怎麼辦 那你就等要再換一個 我想我是去接皇帝啊還是我是去接小孩 那這個座椅當然就是都是可用的嘛 我還告訴你嚴格在這個還不是可用而已 我們呢一開始就送了一個去 送了一個去呢他打電話告訴我們說 真不行不行他說你這個兒童安全座椅啊過期了 那還有可以過期嗎 對我就說我送的是安全座椅還是送牛奶啊 為什麼過期啊這我沒聽過 所以後來呢我就跟我的太太啊 趕快再去這個賣場裡面買了一個新的 送過去我想這一定可以了吧 他說這個可不可以呢還得要讓這個小皇帝啊 他得躺一躺啊適不適應啊 哎呀我就想這個真不容易啊 美國政府對於小孩子的照顧啊 你說好嗎我真的是無微不至來形容 無微不至啊可以到這種地步啊 小孩子他哪裡會體會到什麼舒服不舒服 還新的舊啊什麼 但我個人覺得啊這就是美國政府 我個人覺得也是挺細膩的地方 嗯哼因為確實啦很尊重生命啊 每一個小生命啊雖然他們現在 可能沒有辦法跟父母在一起啊 有點遺憾 可是我覺得美國政府既然介入了 他就覺得說那我一定要確保這個小孩 離開了他的生父生母 可是呢進到了一個可能陌生的父母家啊 那一定也要有一個最完善的照顧 他不能夠比在原來的地方更差 所以他就只能透過這些制度啊 你會感覺很八股很誇張啊 這個還有過期的Carsy還沒聽過啊 但是這方方面面的 我覺得都是透過制度來幫助這個小孩 得到最好的保障 你跟小孩是有感情的 嗯 這個小孩他不會說話 像我們養的都是比較小的啊 既養的都是比較小的 他就是很有依附感的 所以他就把你當作是爸爸媽媽了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這樣的關係的時候呢 說實話 誠實講我也把他當作自己的小孩在看 所以我覺得這就要提到說 我覺得既養最大的一個挑戰 嗯 就是當這個小孩要離開的時候 我覺得那是一件很掙扎的事情 是很煎熬的事情 我在我自己的這個節目當中啊 有做過一期講到的是生離 我們都聽過這個生離死別對不對 這是一句成語 但誠實講 我們真的有經過生離嗎 沒有 哇做祭養你就可以經歷到生離 就以後再也見不到他了 對 比如說我們的這個小孩 他要回去的時候 是社工會通知我們 而且有時候是挺臨時的 那我們就講我們最近的一個例子好了 我們最近呢既養了一個小孩 他是一個月來到我們家的 小男嬰很可愛 你要一個月嘛 其實還有點皺巴巴的 在我們家從小小的 我們一直養了八個月 哇 那其實蠻長一段時間 然後呢 因為你要知道這些小孩來 他們其實除了是 有一些環境因素的狀況之外 他們的身體上也是有一些狀況的 身體上有病嗎 因為他們的父母如果是吸毒的關係 那小孩當然也有毒癮 小孩會有這種情況嗎 對 因為有些的父母啊 他們在懷孕的過程當中 他們還在吸毒 你就想嘛 這個吸煙對小孩都有影響了 懷孕的婦女能吸煙嗎 這個對不對 能喝酒嗎 懷孕的婦女 有些連生魚片都不能吃 連牛排都不能吃 更不用說吸毒了 他們照吸 所以小孩生出來 幸運的 在外觀上是健康的 這是幸運的 因為我們也接過 就是在外觀上 基本上就有缺陷的 因為這是吸毒導致的一些殘缺 那更不用說 這個他的心智上 或是身體的反應上 那簡單來講 我們來照顧的這些 這麼小的小孩 每一次來到我們家 都是要去調整他的毒品反應的 因為他們晚上是睡不好的 尖叫 然後莫名其妙的尖叫 然後抽搐 所以他們躺在那個床上 是很痛苦的 所以基本上 這就是我們可能要去面對的 陪伴他們這個戒毒的過程 這要付出極大的耐心啊 對 必須要 我自己的小孩有時候鬧得過分一點 我就有點失去耐心 你說你這還不是自己的小孩 還是因為這種毒癮 對 哇 很偉大做這個事情 偉大不敢說 但是當你開始在做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哇 它也是一個寶貴的生命 我印象很深刻 我們第一個小孩 寄養的 他隔天要走了 他在床 我們那天晚上基本上就睡不好 然後因為我潛眠嘛 我就聽到 小孩突然笑了 哇 他一笑 我很感動 我就哭了 為什麼 因為 我覺得他的笑啊 就好像在試著告訴我們說 謝謝你們 照顧我四個月 好 就是 我們那個小孩 第一個小孩帶了四個月而已 我們很有感情 因為也是第一個 我們 他五天 生下來五天 我們從醫院把他抱回來 所以那個感情非常的深 他有一些的這個缺陷 因為就是父母吸毒的關係 所以呢 我們更是寶貝他 他這個小孩還有另外一個小故事 就是因為他有一些缺陷 然後社工一直聯絡不到他的家人 所以呢 社工曾經問我們說 你們願不願意領養這個小孩 那我們其實也想了很久 因為我們是華人 那他是一個 西語意的這個小孩 我們怕文化不合 但是我們也很願意 真的照顧他 所以我們經過禱告 經過審慎的思考 我們答應社工 幾天後我們跟社工回應說 我們願意領養這個小孩 所以你知道我們是已經付了代價 就把他當做自己的女兒 即便他有一些缺陷 我們也很願意照顧他 就當做自己的女兒 就已經做了這樣的決定之後 社工再隔一個禮拜告訴我們說 他的家人出現了 然後要把他帶回去 所以你知道那種的那種 對 過山車啊 那種心情的變化 所以你知道當他要走的前一天晚上 我們根本睡不著 我聽到他笑 我就覺得是 他在對我們說謝謝你 不好意思有一點情緒反應 就是謝謝你們接納我 接納我 然後呢謝謝你們 嗯 就是照顧了我四個多月這樣 給了我溫暖的家 那我覺得這個是情緒的反應 你要想我們已經 這個是兩年前的事情 我現在想起來是非常的感動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生離的感覺 那為什麼會讓你這麼感動 就是因為當這個小孩回去以後 你們真的是很有可能 就像這個宮廷劇裡面講的 此生不復相見 因為這個小孩為什麼來到你家 因為有可能是因為 小孩的父母做了不光彩的事情 所以他們其實是很希望 在小孩的記憶當中 完全的抹掉這樣子的一個 不好的記錄 是不是政府也會對你們有一些 財務上的支持 比如說你做這個事情 也會賺一些錢呢 嗯 對 政府是會對我們有一些財務上的支持 但是說賺錢呢 那基本上是不會是賺錢的 那就要看這個小孩的需要 然後政府會播一些款項來支持你 比如說你這個小孩 像我們街道的小孩呢 是身體上有一些 缺陷的 那你就要帶他去做這個 算是物理治療 或是一些肌肉的訓練 要去不同的單位 那你得開車啊 那你得要請假去啊 你不能說你下了班 那人家也下班了 對 然後有時候要預約啊 這些做治療的中心 他們也是很有愛心的 那特別我們又是這種小baby的 可能白天都排得滿滿的 所以呢 那你得要請個假 帶你的這個小孩去到那個看醫生啊 做治療啊 這些油錢政府是會補助你的 那你的時間政府會補助你 而是政府他們那邊有一個計算的機制 就是你現在是有工作的 然後呢 那你大概 這個住在這兒 那他會大概給你一個補助補貼 那我們因為帶的呢 都是0到3歲的 這種算是newborn baby 所以呢 有多的 有一點點的 有少一點點的 我們現在這樣的歸納呢 就是他需要看這些therapist 這個次數多一點的 需要治療的多一點的 需要跑出去多一點的 花多一點時間的 這種就會高一點點 那其他就低一點點這樣子 但這個高跟低 差不多也就一兩百塊美金的差異 這樣子 所以總歸來講 他不會讓你在經濟上有多少損失 最主要還是要依靠你的愛心來做這個事情 是 其實這樣想也合理 如果說做這個激養加上能賺很多錢的話 可能這個項目反而運行不下去 很多人就趁著錢去做這個事情 反而對孩子的成長不利 確實 因為如果你只是為了錢去做 對孩子基本上應該是更糟 因為他已經不是你的孩子了 就是你賺錢的工具 對你純粹是為了賺錢 所以你只是應付社工的檢查 應付他要幹嘛 你就帶他去 你對他是沒有真正的那種愛心的 小孩子他根本就不在意什麼玩具 衣服什麼錢 他在意的是你的愛 他在意的是他現在待的環境 是不是安全的 所以你講對了 如果今天透過這個可以賺錢 那基本上這件事情就本末導致了 對對對對對 反而做不下去了 對對對 喝一口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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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